今天所有新闻大家跟在一起看 我个人 昨天都有那种感觉 就是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视频 我觉得值得再看一遍 值得再看一遍 就是 昨天只是有那么一点点感觉 然后今天新闻所有结合在一起看 我觉得就是 直接说我的一个判断 就是大战已经正式拉开了 大战不存在说还是试探一下 大战正式拉开了 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 昨天只是复合的陆金所 跟这个石油美元 等等这个事情 然后再结合今天的这些都大战 正式了 就是完全已经开始了 什么时候开始了不知道 因为老百姓嘛 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但是就现在的新闻 已经正式开始了 所以说也需要七个出来 不能说主持大局 太大头了什么波浪革命 能说你要当七个出来 当顾问 要不谁跟共产党搞得赢呢 世界货币经济主导权 主导地位的争夺 就是美国和中共 这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中共和美国之间 想搞主导权地位的一场较量 人民币虚拟货币化 人民币国际化 和现在的六七十个国家 和老共一起 这个所谓的独裁国家 还有这些偷鸡国家 搞的一场对美国的经济超限战 那么像平安陆金所 绝对是超限战中最重要的一个牵头部队 所以 陆金所里的大部分投资都来自美国的 所有的养老基金 各种基金 如果陆金所关掉 或者玩点黑的 然后现在的剩下的五十七个 所谓的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机构投资者 美国给提出局 然后呢 人民币跟沙特的五千亿美元的交易 石油已经完全人民币支付化 然后呢 在中东 在非洲 在南亚的其他实验室 又接连放出新的热毒病毒 这个时候人民待在家里 中美之间的经济较量就展开了序幕 然后疫苗和生物科技的较量就随即拉开 随时在美国和中共之间的高科技 主要是为啥我这种判断 就这两句 就这两句 就是那个 就是这几个事 就是 石油已经完全人民币支付化 首先为啥 就是昨天这个新闻 阿联酋公开在媒体上 直接说停止在石油贸易中 石油美元 就百分之百不用了 大家知道人民币这个石油啊 一直在干 就是好多事 他在后面干 他不会说的 他在媒体上说出来 是啥意思 我都宣战了 就是直接宣战 类似于这样的 然后还结合啥 就是那个 就是七哥说的 支付石油已经完全人民币支了 然后在中东 然后在非洲 在其他实验室 就是在放毒 然后现在大家也都感到 美国也是大幅增长了 就是这种病例 国内已经核酸核酸很多地方 北京广东 我看照片视频都已经泄露 都开始核酸核酸检测了 包括大爆发 所以说他也就是放毒啊啥的 就是放没放 就是反正都已经有有疫苗在那 就一个感冒都可以造成大面积的感染啊 类似于这样的 这样的事情 就按照看到现在的媒体 也是已经发生了 接连放出新的热毒病毒 这个时候人民待在家里 中美之间的经济较量拉开的序幕 就昨天目的啊 就直接说 中共呢 中国啊 这个直接负面啊 就是相信很多人感觉都 就是我们啊 就是我们战友啊 很多人都感觉 你是不是在玩啊 还在说来来去去 就是想搞点钱啊啥的 然后今天啊 就隔了一天了 马上目的又是 就是对阿里巴巴啊 等等这些主要的企业啊 直接降级啊 然后包括对香港 对澳门啊 直接那个 直接降级 直接目的啊 直接的 这都我个人理解了 这都隔了一天了 这就不是玩了 这也是宣战了 而且不是宣战 都直接开始出手了 直接都开始出手了 这就对应啥啊 就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较量 就拉开了序幕啊 这就是为啥 我说就是已经开战了 已经开战了 就展开了序幕 然后疫苗和生物科技的较量 也是这 昨天节目之后 一直到今天 我个人感觉 突然媒体上 官方啊 好多都开始说疫苗了 就是说一会儿 我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所有 其实都在这段话里面啊 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新闻 我都过快一点 就这一段话 大家记住了 疫苗和生物科技的较量 随即拉开了 同一时间 随即拉开 都同一时间拉开 就是一会儿 我跟大家分享新闻 大家去感受一下 就是这种判断 对不对啊 大家一起去判断 随时在美国和中共之间的 高科技的较量 那又开始 这就打开了 叫什么 科技展 医疗 就是高科技的较量 像今天军方 美国军方 就是全部切断 跟中共的这种能源的供应 包括电池等等 这样的 就是军事基地 军事基地 病毒战 疫苗战 然后是货币战 你觉得这个世界 大家还能肃进得了吗 这个是不管谁想象 今天我不认为 美国真的都明白 但是中共没有一步 不是按照自己计划走 好了 我们就是后面都不听了 就是大家愿意听 可以再听一遍 然后我们再回到今天了 就国内国外 我们都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 不知道 然后我这对应七哥刚刚说的 一个一个对马 跟对答案样的 七哥把答案都告诉你了 你要对那个地方 是不是对应的 就首先国内 就是这个 呃 就是10月11月 就最近一个月 一个月左右 这就是 这是占有收集的 就是光收集的 看得到的 看不到了 我们都不 都只会 事实上只会比较更多 就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搞 什么粮食应激 保障演练 就是也不知道演练个啥 不就没粮食了吗 怎么应激演练 涉及到哪啊 什么 什么越阳啊 这湖南啊 白银市啊 什么山西啊 都在全国各地啊 全国各地啊 包括这个 是这个是无锡啊 无锡 湖南 吉林 东北啊 全部在开展这个粮食演练 然后意大利啊 这个我个人觉得 都是跟那个中东 那个 用 停止使用美元结算 使用是一样的 这样 意大利公开说啊 就是直接 就是官方啊 直接说啊 退出那个一带一路啊 这个带也断了 路也 路也没了 就中共呢 一带路 官方直接说啊 这个事情跟那个中东停止使用美元 我个人理解一样 意大利都是费亚特家族嘛 就是为啥呢 我可以就不参与 我就是不参与一带一路 我就是不配合你就行了 但是他官方啊 媒体上直接说出来 那就是具体的 就是这都是战斗啊 这就是战争了 这就是战争的具体行动 这不是在像之前那种 还在放口炮玩啊 等等这样的 我威胁退出啊 你再不搞 不给我钱 我要退出啊 哎 我要要什么贷款那啥的 搞点钱那啥的 弄弄弄 现在直接说 我直接退出啊 这样的 然后下面这几个都是疫苗啊 疫苗突然没提啊 我个人觉得 就是有一个 你看包括他这个新闻里面说的 这个某某博士啊 开创先就 那个新冠疫苗出现了 全球有1700万人死亡啊 对应啥 对应昨天新西兰报的那个报道啊 今天也在发酵啊 报道有11000人 那个就是申请疫苗豁免 没有打疫苗啊 今天就是直接说那个 就那个新西兰那个女的 呃 那个政客啊 这前总理啊 直接说他大屠杀呀 人类的 所以说这些都是对应七哥说的 这些人啊 天天还逗着色色的 都是都是 就是背后人的棋子啊 就让你不把他杀了 就是原来黄跳的 当然自己儿子 成的各种大成说要给他杀了 你当年年年跟瑶瑶的 就是各个大成龙 你最后必须要给他杀了 拼民愤的这样的 然后这个博士说呀 还我计算了这个 大概都是死亡1700万的 这个战友都知道啊 光中国啊 死亡的可能都不止这个数啊 前前后后 病毒啊 疫苗啊等等这样 他2023年9月17号发表啊 三个月之前发表啊 这研究并未引起全球的关注啊 而是就那个 而是网络上给他屏蔽了 给他这个报告 死亡1700万 三个月之前出来的研究报告 然后给他屏蔽了 那为啥现在打开呢 现在为啥不屏蔽了呢 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问号 为啥现在不屏蔽了 现在都放开了 然后这个是我刚提到的目的啊 忠实话 这都是七哥说的 其实大家看这个公司名单 也很很有意思啊 这个名单谁告诉他的呢 对吧 为啥都是刚好就是 这这这这些企业呢 所以说 对吧 这个战友都没名啊 因为七哥之前在直播当中说了 这个是加拿大 孟特利啊 这个市长啊 直接在说话的时候倒下去了 然后打的是个真疫苗啊 打了一个真疫苗 然后在这个时代同期啊 这个技术啊 就是七哥说的墓碑文明啊 墓碑文明 这个无人驾驶的飞机啊 已经就是在实际使用了 他那个监管部门已经批准了 然后在加州上空啊 整个我看了还有 不知道真的假的照片啊 然后上面上一个飞行员都没有 然后这个也是啊 就是这种大战啊 就是个内部 美国的内部政治 然后中共的内部政治 这种就是七哥不说呀 就是我们感受不到 但七哥之前说了那种惨烈啊 然后我们看到这条新闻 才体会了咋样 如果七哥不说的话 我们看到这条新闻 就前议长啊 宣布年底退休啊 就是这都已经12月份了 这都相当于立即辞职了 这样的 这都是就是我们七哥告诉我 就是这种内部政治斗争的这种惨烈啊 就是在年底会显现出来啊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才稍微体验呢 体会了一点确实挺惨烈的 就议长从议长那干下来到直接辞职啊 然后这才几个月时间 几个月时间 当然这里面辞职了的话 又少一个共和党的这个票 一个共和党这个多数 多数票的话就能 这一下走到两个嘛 走到两个共和党 这一下就是共和党的事情 那基本上不能办了 当然了 这个这就是惨烈 就越来越惨烈 越来惨烈 我们是我们就是 你给我们七哥管道 我们确实也希望这样 对我们好事 对我们好事 然后下面这个南美啊 南美 大家知道这个南美之前也有动静啊 然后南美这个好像战争啊 就是可以说一触激发 或者说已经开始了 说是刚刚刚刚我看到消息啊 说掉了没见了一个飞机啊 就是那个呃 归亚纳丢失了一架国防飞机啊 好像这个这个国家只有100万人啊 然后马杜罗啊 今天都直接说啊 将成立回内威拉第24个州啊 就是相当于啥 这种概念 我个人理解 我个人理解 中共突然宣布啊 经过那个百分之百通过 台湾 台湾是那个中国的一个省啊 那现在好像他们名义上一直都 然后马上到派派领导过去啊 派个省长过去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然后立即啊 同一天啊 委内娜说他将是将会开 呃 那个开发那个油气开采 那个许可证啊 就直接说你这国家属于我了 是强盗啊 这个又是跟共产党学的 所以说呃 后面呢是战争 可能今天晚上啊 随时都发生啊 就是南美又有一场 又又开始战争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能输尽得了吗 就对应齐克做的 这个浑水啊 这个做空呃 blackstone啊 黑石啊 然后这个tust的 这个这个rit这个指数啊 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都说浑水摸鱼啊 这个看来水已经浑了 水已经浑了 就是 然后下面就是也是展示了惨烈的程度啊 就是亨特拜登被国会啊 就是必须在在13号 然后去作证 就如果不去的话 就是直接会马上立即执行灭识国会啊 就相当于灭识国会都是行事犯罪了 所以说这个是所有发生的 就是我我挑出来的一些事情 就是当然最后结论就是刚刚 我个人采访了一个 就是真正在战争当中啊 所以说这个时间 应该齐克不出来 顾问顾问嘛 就不顾问的话 这谁搞的应该